当年我跟着你老爸打江山 现在多拿一点点 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 张天志与叶问争夺永春正宗落败后 决定带着儿子张峰退出武术界 远离江湖上的世世非非 一遭办事的差距就是一辈子的差距 如今张天志不再过问江湖事 靠着帮小庙的妙柱执行任务 已经赚到一笔足够开店的钱 妙柱希望张天志临走前能再去打一个恶霸 算是最后帮个忙 可张天志说什么也不肯再干 这么好的身手不干了 太可惜了 我是想做个普通人 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 临走前妙柱有个疑问 到底是枪块还是张天志的拳块 妙柱掏枪的瞬间 张天志栖身而上 黑衣黑帽的托尼突然冲出来 用一种南洋拳法拦住张天志 不过妙柱没有过多为难 自从决定退隐江湖 沐仁庄已经成为了晾衣架 张天志很久都没用过永春拳 早餐是白粥油条 工作是开杂货店兼给人送货 日子很简单 也没有宗师的身份 但比和叶问征永春正宗踏实多了 今天是张峰的生日 父子俩约定晚上去吃大餐 当时香港这块地面很乱 歌厅舞女娜娜因为误入歧途 娜娜被带到结少面前 这位是常乐邦帮主的弟弟 性情暴力 娜娜没办法 只能求好友朱莉帮忙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朱莉到场就甩出一打钱 带着娜娜就要走 可杰少得势不饶人 除了这些本钱 还要朱莉再掏500块的利息钱 朱莉的身手不错 艺人也能单挑好几个小混混 眼看就要逃离险境 杰少一棍子抡出去 朱莉正好撞到张天志 给儿子买的礼物被打落 打不过叶问 不代表打不过混混 张天志根本就没用传统永春拳 只是靠粗浅的拳脚 就收拾掉这些杂碎 可从招式里还能看出 永春和巴吉的影子 警察赶到后 张天志觉得已经没事 捡起礼物就要离开 没想到 警察把所有人都带回警局 同事打架斗殴 待遇完全不同 英国佬认定 杰少是自卫 让灰色立刻释放杰少的人 人在矮言下 灰色只能照做 得知朱莉是酒吧街赵金虎的妹妹 灰色觉得也不好惹 最后只把张天志一个人 留在警局问话 直到重新又录一份口供才放走 张天志到家时已经九点半了 父子俩人来不及说别的 换好西装骑自行车 就奔向西餐厅吃牛排 可惜实在是太晚了 餐厅已经关门 厨师们已经下班 就算张峰今天过生日也没办法 老板戴维递给张天志一张名片 请他下次再来 满星期待落空 对一个孩子来说伤害很大 牛排吃不到 还有生日礼物呢 这是张天志白天特意去买的音乐盒 因为被摔坏 张天志想从吃的方面补偿 问儿子 除了牛排还想吃什么 红烧牛肉 海鲜炒牛肉 番茄煮牛肉 怎么都是牛肉 一个牛有仇啊 常乐帮在君姐的手上 已经发展成第一大帮 规模一旦做大就容易出事 君姐想让常乐在自己手上发展得更好 可父亲留下的老兄弟不但不配合 甚至还贪污帮你的钱 被君姐提点 竟然还不肯认错 晾伤疤百功劳 说自己当年立下大功 现在不过是多拿一点点 能有什么问题 君姐呵呵一笑 随手拿起算盘砸过去 杀鸡紧猴 给在座的叔父们看 君姐准备把现有的黑道生意全部转型 最好三年内能把常乐洗白 但一旦洗白就会影响原有生意 相比正正仅仅做生意 这些人还是想捞偏门 君姐明白大家的想法 做正行确实不如偏门来钱快 但做正行可以保证 不会被抓去坐牢 死于帮派之争 一番苦口婆心 谁知亲弟弟结少 竟然第一个反对 建议趁着现在常乐正处于风头 继续扩大黑道生意 巩固第一大帮的位置 想通过扩大势力 继续在黑白两道混 既然有不同意见 我们投票决定 支持常乐洗白的请举手 有刚才那个倒霉蛋做示范 在座叔父们全都举手赞同君姐 杰少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从今天起 常乐正式开始洗白 第一条规矩 就是不许动物 为常乐转型做准备 一旁的小胖子家里是开武馆的 认为张峰肯定是在吹牛 而且现在张天志只是杂货店老板 哪有半分忠师气度 张峰为了老爸的威名和人家打起来 晚上回家时 脸上多了一块瘀青 张天志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一句话没说 只是默默吃饭 既然已经决定退出武术界 就不会在意这些虚名 现在能好好开杂货店也挺好 在儿子的被褥下压着一碟简报 上面是当年张天志和叶问争霸时的报道 那时他凭借摊榜辅三招 打得武林各门派全都认输服软 还有一家大武馆 门徒众多 现在想来 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牧人庄很久没再用 一辈子当杂货店主也挺好 不过张天志低估了杰绍的报复心 君姐已经严令不许动物 杰绍还是带人扔燃烧瓶 大有把张天志灭口的架势 屋里的火势越来越大 门外又有铁链死死锁着 张天志决定冒险一次 奋力把冰柜推到门口 温度升高 引起智能剂爆炸 铁门终于被炸开 张天志趁机带着儿子滚出火场 看到杰绍和马金生勾结到一起 张天志明白了 这两个坏心肠的人绝不会手软 必须带着儿子赶紧跑 不然小命不保 后面拿刀的杀手穷追不舍 张天志带着孩子根本跑不远 幸好路旁有个熟人过来 张天志把张峰往朱丽怀里一塞 腾出手来 决定让这些小混混长长记性 当年能和叶问争夺永春宗师名号的人 这些小混混怎么会是对手 就算不用永春 张天志的身手也是一流 攀爬着招牌躲避追击 利用狭窄空间对敌 张天志很快就把这帮混混解决掉 不料在寻找张峰时 脸上受到一记重拳 竟然是托尼来找张天志过招 那天因为妙柱的阻拦没能一战 如今再次相逢 两人谁都没有留守 托尼打斗中多用走击对敌 拳法带有南洋泰拳的味道 但又不完全是泰拳 更像是融合了多个门派 自成一家的拳法 张天志刚才左臂已经受伤 如今面对托尼的进攻 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再加上没有使用永春拳 在狭窄空间里 几乎不是托尼的对手 你儿子晕倒了 看到张天志有急事 托尼没有再纠缠 张峰高烧不醒 被紧急送往医院 打了吊针才勉强恢复过来 嘴里还一直嚷嚷着想回家 朱莉在苹果上削出个笑脸 好容易才哄张峰开心 好好的孩子伤成这样 就连护士都看不下去 小朋友伤这么重 你们怎么做父母的 张天志的店被恶意纵火 本来应该把杰绍和马金生捉拿归案 但因为君姐给了英国佬一笔钱 帮弟弟平事 灰色只能告诉张天志 这次是意外失火 至于追杀的事 更是提都不要提 店被毁了 家也没了 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还好朱莉人美心善 给张天志父子买了衣服 还带他们到自己家住 金虎是朱莉亲哥 在酒吧街这一带说话很管用 得知张天志救过自己的亲妹妹 便留下张天志 让他在酒吧打工 薪水当租金 可张天志背着儿子进门第一眼 就差点惊掉下巴 你干嘛没事 晃了过去穿那么少 你平常比我穿的更少 我什么时候穿的少了 不管怎么说 好歹有了妻生之地 可看着儿子睡觉都在做噩梦 大喊游火 张天志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连夜找到街上卖鸦片的据点 把小混混全都撵走 一把火烧了毒窝 酒吧街最热闹的就是晚上 很多洋人到这里寻欢作乐 金虎的酒吧生意最好 舞女们胸前被塞满钞票 张天志不太适应这种氛围 尤其是看到朱莉在台上唱歌 抛媚眼的时候 心里好像有种奇怪的醋意 一个醉醺醺的老外碰到张天志 打火机掉在地上 谁知他竟拿钱甩在张天志脸上 让他捡 张天志气得捡起打火机一把拍碎 要不是金虎陪校拦着老外 酒吧今天晚上就得出大事 金虎告诉张天志 面子在这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这里的规矩就是客人至上 不要耍臭脾气 天亮后众人才收工 朱莉给张天志上药的时候 张天志好奇 他们为何天天忍气吞声 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了让客人高兴 你千万不要怪我哥 他是好心怕你得罪杨仁 杨仁可能没得罪 杰少肯定是得罪了 看到烟馆被搞成这样 杰少心里的火根本压不住 但君姐早就看不惯 弟弟在外面胡作非为 既然现在烟馆被烧 干脆就让他结业 而且严令弟弟 不许再去找张天志报仇 免得影响常乐生育 君姐也知道 张天志不是一般人 晚上特意到酒吧赔罪 用一杯酒试探张天志 是不是真那么厉害 黑手之后 彻底服了张天志的功夫 拿出一张万国宝通银行的支票 当作是介绍 烧毁张天志杂货店的赔偿 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 不要再追究 没想到张天志不肯收下 说自己烧了烟馆 这支票就当作是赔偿好了 你这样跟我说话 你可真够的 君姐 君姐当然有实力说这话 就连金虎以前也是跟君姐混的 这酒吧也是君姐帮忙才能开起来 见张天志身上有传统舞者的执拗 君姐也不好勉强 只是说以后有需要 随时可以去找自己 离开之前 把那张支票给了金虎 算是了结这件事 张天志就算想报仇 也要先过了金虎这一关 可结绍就未必了 由马金生这个坏人窜躲 结绍渐渐有了摆脱君姐压制 从长乐出来自立门户的心思 马金生现在做着卖白粉的生意 结绍之前开烟馆 也算是专业对口 结绍不但要和马金生搭档 还想把白粉卖到酒吧街 让你姐知道 我跟你搭档 把我头赶下来喂狗啊 还有啊 酒吧街这个老赵 我不敢 马金生本就想搭上结绍的线 如今欲情故纵 果然达成所愿 金虎还不知道 自己的酒吧已经被人盯上 他以前看过报纸 知道张天志公开挑战夜问的事 曾经那么厉害一个人 怎么就会突然关了拳馆 当杂货店老板 过去的事张天志不想再提 也不想去想 随口说是自己不想交 而且永春泉已经都忘了 金虎当然不信这么个说法 突然出手 张天志躲闪不及 被迫出手应战 可惜金虎空有一身蛮力 打架完全没有技巧 被张天志借力摔到地上 力从地起 凌空初全是功夫大 我就是喜欢翻跟头 翻跟头是翻不出一代宗师的 只是张天志躲闪金虎的拳头师 想到当年夜问也是这么躲自己的 怒从心头起 一拳打退金虎离开天台 张天志的天际杂货店 已经化成飞灰 儿子特意做的简报也被烧毁 只有蝙蝠侠音乐盒 完好的保存下来 朱莉本就会一些功夫 看到牧人庄 难免好奇想上手 已经烧焦的牧人庄不受力 几拳就被打断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把他撞回去了 反正我也是用来挂衣服的 张天志是真的不在意 这些天认识了朱莉和金虎 感觉和过去不太一样 朱莉是个乐天派 工作性质 让他每天咒服夜出 但只要酒吧街的灯一亮 心里不开心的事就会忘掉 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可以在金巴唱歌跳舞了 不管好坏 金虎的酒吧也算是朱莉的一方小世界 能在这样的乱世中安身立命 已经很不容易 尽管去河流只是一个选择 可人生就是看似有很多选择 其实到头来才发现 只有一个选择 为了感谢金虎兄妹的款待 张天志请大家到西餐厅吃牛排 同时也算给张峰补过生日 对他来说 能认识这些朋友是他的荣幸 直到你是朋友 住在酒吧街 我们都是一家人 干杯 餐厅老板戴维捧着蛋糕进来 给张峰庆祝生日 这个壮汉看起来还不错 安顿好张天志一行人 又到大厅里忙活慈善开卖的事 这样的慈善晚会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场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商界人士 参加这样的晚会 既能够给受灾的人帮忙 又能彰显商人们的爱心和财力 是一件双赢的事 所以大家都热衷参加慈善晚会 第一件拍卖品是古董花瓶 商人们连番叫价 很快从底价五千叫到两万 但君姐开口就是十万 他要借着这个机会 让常乐露脸 为洗白常乐铺路 在场众人都知道君姐的身份 一个社团大姐大 想洗白上岸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拍卖会上接受君姐的钱 就等于和黑道来往过密 会影响其他公司的声率和生意 看大家都有意见 戴维也只能礼貌请君姐离开 君姐怒斥这些人 个个都是扯着正当商人的大旗 为非作歹而已 愤然离开的他 还是低估了弟弟杰少 白粉真的已经卖到酒吧街 尹君子随处可见 哪儿卖他 是附近那个叫肥龙的男人 一卖给我 肥龙是杰少的手下 有马金生在背后捣鬼 杰少被忽悠的一愣一愣 派出大量人马在酒吧街卖白粉 而且还在不断散货 妄图彻底把酒吧街变成要街 张天智打晕一个头目 拿到一包白粉当罪证 想让朱莉把这件事告诉金虎 可朱莉知道 哥哥会顾及君姐的恩情 这件事不会妥善解决的 其实杰少和马金生 只不过是被推到台前的小卒子 这片地面上最大的毒贩 其实就是新餐厅的戴维 冷冻桂里表面看起来是牛肉 其实那层全是白粉 这家伙靠着开餐厅伪装身份 白粉生意做得风神水起 马金生赚钱后 提着一箱钱找来 希望戴维让杰少也加入分一杯羹 没想到这养鬼子 竟然说牛排只有一块 自己只会跟有用的人合作 谁是有用的人 和杰少这种社团大少爷 马金生显然是没用的那个 杰少为了加入白粉生意 根本不顾及朋友情 掏枪就要干掉马金生 原来你姐说的没错 你真是个废物 戴维不在乎谁帮自己销售白粉 这些人做事没底线的 只要有钱赚 是杰少还是马金生 根本无所谓 君姐还不知道杰少卖白粉的事 为了早日让社团洗白走正道 已经花费无数心血 张天志不希望白粉再卖到酒吧街 拿着那袋白粉去找了君姐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想你阻止她 这是不简单 我会尽快处理 等君姐开始处理就晚了 娜娜现在刚戒毒成功 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忍不住复习 可酒吧工作 每天要接触三教九流 各式各样的人 根本就没有尽心修养的条件 娜娜身体本就没彻底恢复 客人频繁灌酒 让她的身体更虚弱 跑到后巷疯狂呜吐 无意中看到墙缝里夹着两包白粉 不慎中了结效的奸计 你敢偷我的东西 我没有 杰少本就想针对酒吧街搞事 撕开一包白粉硬塞进娜娜嘴里 见娜娜久久不回 朱莉担心出事 刚到外面 就看见杰少的人乘车离开 心知不对 可惜已经晚了 娜娜整个人口鼻流血 已经救不回来了 杰少在外面为非作歹 君姐嘴上不说 心里清楚得很 想用跳棋告诫弟弟及时收手 小时候每次杰少做错事 父亲都会罚他 故意整个晚上反省 君姐就会偷偷进来 陪弟弟下跳棋 这些事杰少记得 而且记得清清楚楚 以至于每当看见跳棋 就会想到错和罚这两个字 你以前都很听我 都是因为我一直听你 所以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因为君姐的名头太像 杰少总是在他的影子下 因此总想做些事 证明自己有本事有能力 甚至还试图自立门户 一群小混混拿着武器进来 君姐根本就没放心上 他身边的保镖足以对付这些人 毒品这东西你玩不起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不等保镖出手 张天志和金虎破门而入 他们要为娜娜讨个公道 小混混们的刀在手中 张天志的刀在心里 再加上有金虎帮忙 还没怎么用力 一群砸碎就已经倒地不起 娜娜可是金虎心仪的对象 每一拳都是灌注全身气力才打出去 现在站着的只剩下高手 金虎拦着保镖 张天志一脚踢晕杰少 正要下手时 君姐出招了 一个社团的大姐大 不可能没有功夫在身上 尤其君姐还是香港第一大帮会的老大 不是张天志不愿意给君姐时间整改 实在是杰少做事过分 今天他必须死 君姐不能眼睁睁看弟弟被打死 奋力拦下张天志 抓起架子上的大刀横批树砍 一寸长一寸强 这时候没武器就是吃亏 眼看衣角已经被割开 君姐却没有收手的意思 这种砍人招式 一看就是磨练多年得来的实战技巧 张天志不敢大意 只能凭借练习巴掌刀时的经验 勉力应付 金虎手中虽有武器 却被保镖缠住无法支援 只能随手扔过一根钢管 有兵器在手就行 哪怕只是一根普通钢管 金铁交织打得火花四箭 两位高手旗鼓相当 没想到竟然有小人偷袭 背后偷袭实在是太丢人了 君姐看不起这种行为 一刀斩断杰少右手 人可以不追究 但白粉的事必须解决 杰少被迫说出所有毒品的下落 金虎不知轻重 竟然叫了记者拍照 现在事情已经越烙越大 金虎心里也说不上后悔 他开酒吧是为了赚钱 多年来忍气吞声 只是想逃口饭吃 可忍了这么多年 该来的麻烦还是会来 张天志也有同样的看法 之前他认为 功夫是用来让人名扬天下的手段 而且有段时间还给人做打手 通过功夫赚钱 后来放下一切后 以为自己可以淡出江湖 但到头来江湖上的事根本就放不下 就算放下了 也无法真正离开江湖 练武的意义是什么 张天志不知道 当年和叶问闭门比武 一招之差 满盘皆输 自那以后 张天志就放弃一切 想换条路重新开始 所以才会开了一家杂货店 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功夫不是用来跟人比高低的 那你上次还比我跟你比高低 我想打你很久 因为金虎找媒体报道 现在已经闹到全香港都知道 劫少卖白粉的事 警队高层下令 必须尽快解决这件事 所以英国佬找到戴维 让他用最短时间 把白粉全部运走 越低调越好 戴维不肯 而且还想把带头角度的金虎干掉 他认为 在英国人的统治下 不该有中国人出来当英雄 这件事情坏就坏在 紧黑勾结 当天晚上 金虎的酒吧就遭到搜查 汇哥 我规规矩矩做生意 不用玩这么大吧 老外亲自带队 故事跟你开玩笑 合作谈 金虎确实很合作 奈何英国人栽赃陷害 把两包白粉塞到前台 说这是从金虎酒吧搜出来的 灰色也没办法 搜出白粉 金虎就只能被带走 张天志忍无可忍 之前自己的店被烧毁 警察收钱后就包庇真凶 现在金虎正正紧紧做生意 因为紧黑勾结 就要遭到如此构陷 我问心无愧 对得起自己良心 现在人赃病祸 我们是不是不能抓人啊 金虎担心张天志再动手惹事 答应跟警察走 他以为 警方会按照规矩 把他带回警局调查 而且有灰色在 不会出大事 没想到英国老支开灰色 车上除了金虎 全都是英国警察 车子停下后 金虎被带到 敲去了一个废酒工厂 看到西餐厅的戴维在这里 金虎知道自己中计了 原来是你这个大慈善家 坐五分钟 金虎极度鄙视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放着好路不走 竟然走卖白粉这条路 还披着慈善的外衣 毒害中国人 他后悔自己 没能早点看清 这个王八蛋的真面目 对着戴维破口大骂 被一拳打倒在地 毕竟有功夫在身 就算双手被绑着 腿法也很凝密 和体型差距 赞戴维占尽优势 找到破绽抓着手铐 一拳拳轰过去 完全是单方面的虐杀 金虎在临死前 抓掉戴维的手链 希望张天志 能找到线索 为自己报仇 大家都没想到 金虎本来只是被带走 现在竟然被扣上 畏罪潜逃 坠崖而死的黑锅 没人相信金虎会这样 张天志更不信 感觉到金虎手里握着什么东西 打开一看 竟然是戴维那条手链 事情已经很明白 戴维就是杀害金虎的凶手 自从张天志来到酒吧 似乎一切都不太平了 可这些事说到底 与张天志就没有关系 该来的终究会来 躲不掉的 朱莉拿着刀想去报仇 被张天志夺过 习武之人都是这样 无论到哪里都要主持正义 与此同时 金虎找到妙柱 想用钱买戴维的命 因为他要带着杰绍离开香港 一切重新开始 不过张天志已经上路了 两拳打晕餐厅小弟 提着一包白粉 去找戴维算账 白粉可以不承认 那条手链无法抵赖 这一战不可避免 张天志要替朋友讨个公道 每一拳都使出全力 但始终无法破掉戴维的防御 甚至还被戴维一个上钩拳打飞出去 如果再这样下去 不等打倒对方 自己的体力就会耗尽 现在不是留守的时候了 张天志必须使出永春 永春一出谁与争锋 当初败在叶问手上不丢人 自家人互相切磋 输了没事 现在打这个坏事做尽的老外 那就必须赢 张天志的永春本就攻势灵力 而且和叶问交手后 学会了融合多加长处 腿法称为张天志 在远距离攻击中 力道不够的补充 戴维已经打不过张天志 就在大仇得报之际 灰色来了 英国佬要以伤害他人的罪名 逮捕张天志 就算张天志说 餐厅藏有毒品也不行 如此偏袒行事 连围观群众都看不下去了 无辜群众脑袋上挨了一棍子 张天志终于看不下去 愤而出手 大家被这些英国警察 欺负得太狠了 连灰色都看不下去 带人从西餐厅搜出大量白粉 要指控戴维贩毒 英国佬名玩不灵 还想继续包庇 灰色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戴上手铐 押回去交给处长 眼看大势已去 戴维悄悄从街角溜走 张天志没想到 自己也没能打死的戴维 竟然被托尼偷了人头 一根冰针甩出 直中戴维后脑 事了服依去 深藏公允 平淡的生活还在继续 张天志 朱丽 张峰 一家三口白粥油条 这才是生活 这才是人间正道 张静的打戏依旧精彩 柳妍的颜值依旧在线 可剧本和叶问四部曲完全不同 虽然也有家国大义 也有对抗列强 可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 打戏动作虽然酷炫 但最后一场打戏完全跑偏了 用吊威亚代替本应该有的自然坠落和腾空 完全没有交手带来的震撼和真实感 也让这部叶问外传 离叶问这个超级大IP越来越远 我会像狗一样的死咬着那些犯人 他们才会害怕 这才是旧人 嘿 姨姨 居然 这名警察接到线人献报 独自一人闯入了毒窝 凭借一声武艺 一个人活生生将此地打穿 警察名叫张浩栋 绰号吸狗 是督察组出了名的刺头 他极恶如仇 对待犯人从来未曾假以颜色 只是他的方法过于粗暴 惹得非议不断 这次他独闯毒窝 不仅重伤毒贩 还逼死了一个毒贩 不仅如此 吸狗的贸然行动 还害一名卧底同袍丧命 种种事件 让警局内部热议不断 身为当事人的吸狗 当然也免不了调查处罚 再加上 由于被多名犯人 联名投诉其暴力执法 一度引发媒体热议 闹到了这种地步 即便是吸狗的顶头上司 利保于他 吸狗也被关押了将近半年之久 六个月后 吸狗来到了巷子内的摊贩前坐下 一位年轻女子 循着道路走到他的面前 吸狗仿佛知道来人是谁 头也不抬的 就将身边的信封交给女人 你满18岁了 用普通知我 对你的监护权自动取消 以后的生活费 我转账给你 这个年轻女人 正是被吸狗逼死的 罪犯的女儿可言 由于内心愧疚 吸狗收养可言为养女 并主动承担起照料他的责任 可言看向眼前的吸狗 眼神复杂 虽然父亲食恶不赦 却是死于眼前之人的逼迫 在无比复杂的纠结之下 可言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 吸狗接到了线人的电话 追查已久的黄金走私案 有了线索 这天晚上 有大量的走私黄金 上岸地点选在马湾村 另一边的警局内 东管仔心情并不是很好 只因为自己的手下大将阿德 竟然提出了离职 东管仔看阿德去意已决 搬出了他的搭档吸狗 长期处于一线的吸狗 根本看不起东管仔 常年在办公室发号施令 根本不懂一线的艰辛 东管仔自知理亏 也没有出言反驳 吸狗没有搭理他 拉上阿德就要前往马湾村 虽然今天提出了辞职 但在今天12点钟之前 阿德仍然是一名警察 就这样 阿德面露苦涩 还是跟着他去了 此刻被夜色笼罩的海面之上 一艘装满了走私黄金的货船正行驶着 喂 你马湾村 马湾村啊 你笼子 目前这个面向凶横 却一言不发的男人 名叫江贵成 与其共事的 还有圣叔的儿子阿发 虽然江贵成 也是圣叔后任的义子 但是阿发 却从来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更是常常出言训斥 当众让他难堪 作为一个拥有极高犯罪智商的亡命徒 在江贵成的眼里 阿发不过就是一个顽固而已 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阿发打算 等今晚将货送上马湾村之后 便借机除掉江贵成 现在生意都归我了 但我还是觉得 要是你没消失 没人当我是头 面对阿发的突然发难 江贵成仍然面无表情 他早就猜到了阿发的狼子野心 所以他在船上 早早地就埋伏了自己的手下 并且将阿发埋伏在这里的人 全部吊死在了树林中 你看清楚 都是你的人吗 干嘛你们 别乱来啊 我早派人跟着你们 你的人我杀光了 就在江贵成准备干掉阿发的时候 得到情报及时赶来的西狗和阿德 却杀了出来 只见他俩冲进人群 犹如神兵天将 徒手和这群亡命徒激战了起来 丝毫不落下风 江贵成的计划被破坏 明白警察很快也会赶到现场 决绝地抛弃黄金逃离了这里 阿发也紧随其后逃走 解决了江贵成的打手们之后 两人看见了洒落满地的黄金 因为在这些黄金上面 看不到该有的标记 阿德认为眼下是休余期 不会有船出海 所以他俩可以从码头上的一些混混查起 于是两个人第二天 便来到了码头市场玩起了跑酷 夺路而逃的混混 虽然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但是在西狗的面前仍然不值一提 就在混混即将驱船逃离港口的时候 西狗一个飞扑便跳在了山板之上 玩命狂奔的混混 直接被当场带住 谁在走资黄金 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 圣主他们长着我让开船 得到了想要的情报 西狗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圣叔的身上 另一边的货船上 圣叔看见儿子阿发 正乘坐快艇急驰而来 还以为除掉江贵成的计划成功了 但下一秒 虽然圣叔命人将儿子救了回来 但与此同时的江贵成 已经来到了货船之上 他一路暗杀圣叔的手下 来到圣叔的背后 成功偷袭了他 江贵成文言不为所动 仍然勒令圣叔的手下 用匕首活泼阿发 迫于江贵成的淫威 无人不敢不从 无法动弹的圣叔 则只能亲眼见证儿子的惨状 而他自己的身上 也被江贵成留下密密麻麻的伤疤 圣叔的生意 其实也并非自己牵头 在他的背后 站着另外一个叫鬼哥的走私大哥 而江贵成想逼出圣叔的通讯器 用来联络鬼哥 企图吞并掉圣叔 但没想到 圣叔态度强硬 宁死也不肯告诉江贵成 换来的就是伤口加盐的痛苦体验 得到情报的吸狗这时赶来 江贵成只好先行离开 等吸狗登上这艘渔船的时候 现场只剩下了奄奄一息的圣叔 和惨不忍睹的阿发 我只是一个普通渔民 不认识什么走私集团 你再问我 答案都是一样 圣叔作为一个酒精江湖的老油条 吸狗知道 寻尝办法肯定撬不开他的嘴 于是吸狗便以阿发的死来刺激圣叔 痛苦的回忆果然让圣叔开始松动 就在吸狗即将成功的时候 东管仔却来了 还以不准骚扰病人为由 让吸狗离开 吸狗无奈之下只能起身 却一把搂住圣叔脖子 我可以帮你抓那家伙 甚至杀了他都行 够了 吸狗的这波操作 气得东管仔鼻孔冒烟 但好在他并没有听见 吸狗刚才的所讲 其实东管仔这样 也是为了吸狗的前途 奈何吸狗一点也不在意 东管仔的好意 总是闹得天翻地 连累同志受伤 多次被淘诉 官大一级压死人 吸狗不得不按耐住 心头愤怒转身离开 提着酒就要和阿德不醉不归 却被阿德拒之门外 即便是吸狗想要硬闯 但阿德还是千方百计的 没让他进屋 我明天早晨 一早的飞机去欧州 有私黄金的案都还没查完呢 阿德文言有些无语 再次重申 自己已经辞职 警员证也上交了 所以案子都到此为止 吸狗是无论如何 也要查清此案 看见阿德的去意已决 吸狗心中怅然 但也只好转身离开 看着吸狗有些落寞的背影 阿德心中也不是滋味 另一边的医院内 圣叔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决定和吸狗合作 让自己的律师通知吸狗 今晚凌晨四点 自己会在厕所等他 凌晨时分 两个人如约在厕所见了面 圣叔将将贵城的事情和行踪 透露给吸狗 事不宜迟 吸狗赶紧致电阿德留言 那个水上人叫江贵城 在佐敦菜市场有个窝 我在去的路上 哪人都容易乱 放我最后一次 吸狗这边刚一离开 东管仔也跟了出来 他害怕吸狗会再搞出什么意外 带着同事悄悄地跟在后面 虽然阿德嘴上说不再搭理此案 但心中的正义感 还是让他赶到了现场 吸狗在感动之余 正好看到了江贵城 立刻下车去追 等到东管仔一众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吸狗和阿德早已经追进了菜市场 这里人声鼎沸 鱼龙混杂 很快就跟丢了江贵城 另一边的东管仔等人 还在寻找几人的身影 突然 而始作俑者 正是江贵城的女朋友 阿雪 他不停地朝着人群中 投掷着炸弹 无辜群众伤亡惨重 一向躲在后方指挥前线的 东管仔被吓得不轻 但还是卯足了劲 朝着阿雪追去 期间也要不断躲避 阿雪扔来的炸弹 随着两人距离的拉近 炸弹耗尽的阿雪 扔出一个水瓶 急于躲避的东管仔 就这样被阿雪逃脱了 西狗和阿德跟丢了江贵城 只好朝着大致方向去追 然而此次冒险 让阿德落入了江贵城手里 将针头扎进了阿德的脖子 话音一落 江贵城就挟持着阿德逃走 西狗动身去追时 下水道发生爆炸 直接堵住了西狗的去路 任务失败 搭档被抓 此刻的西狗怒火中烧 他来到了医院准备带走圣书 不要过来 我也想抓得 这次行动有我指挥 东管仔当然不会见死不救 他只是不像西狗那样的冲动 与此同时 阿雪与江贵城正在船上吃饭 其实他俩已经设计了一个完美圈套 只要圣书向幕后老板鬼哥发出求助 那么阿雪就能准确找出鬼哥所在的位置 江贵城也就可以展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到了第二天 西狗按照计划将圣书放在了车里 另一边的东管仔等人则潜伏在暗处等待 老间巨华的江贵城 要求西狗扔掉耳机和电话 还要带着圣书上别的车 无奈之下西狗只好照做 江贵城给他15分钟赶到目标地点 否则他就会杀了阿德 为此西狗不得不猛踩油门一路狂飙 早已暴露的东管仔一行人 被江贵城提前安排好的卡车挡住了去路 虽然他立马换了另一辆车追踪 但在半路又遭到了阿雪的炸弹袭击 至此东管仔的计划夭折 接下来的一切都要看西狗自己的了 此时的西狗带着圣书一路来到了停车场内 见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江贵城 西狗一脚踩死油门朝他撞去 随后他将圣书靠在了车上 独自一人下车来到了江贵城的身边 将其暴打一顿 面对西狗的一番疯狂输出 江贵城丝毫不慌 因为他早已在阿德的身上绑满了定时炸弹 只要再过五分钟 炸弹就会引爆 西狗赶紧将定位器放在江贵城口袋里 在停车场内疯狂寻找阿德 而此刻 圣书则向鬼哥发送了求救讯号 鬼哥收到圣书的求救讯号之后 权衡再三决定派出杀手前来营救圣书 杀手一把将车窗砸烂 替圣书解了手铐 距离不远的西狗连忙冲过来制止 两个人也展开了肉搏 杀手刀法伶俐 招招想要取走西狗的小命 但西狗作为整个警察局最猛的刺头 一身功夫自然不用多说 即使手无寸铁 他也丝毫不拒 这边打得激烈 另外一边的圣书也想趁乱逃离 西狗哪里肯放他走 一边与杀手周旋 一边控制住了圣书 一番苦战过后 西狗解决掉了杀手 而车内的江桂成 也悄悄地解开了手铐 他已经得到了鬼哥的信号发射地 立刻要赶过去 这时车尾传来阿雪的呼喊声 谁知心狠手拉的江桂成 竟然连他也不放过 混乱之中 圣书的头撞碎了车窗玻璃 脖子好巧不巧 被玻璃碎片刺穿 命丧当场 江桂成离开之后 阿雪也趁机逃离了现场 西狗立刻赶到警局 在东莞仔的帮助下 顺着追踪器 查出江桂成正在一艘 位于公海的船上 短时间内 香港警方无权对其实施行动 东莞仔和上面的领导 吵得不可开交 此刻的西狗一脸茫然 在东莞仔扔来的档案袋里 西狗这才得知 阿德竟然在外面欠下了一千万的高利贷 所以东莞仔怀疑 行动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阿德出卖了他们 但是西狗依然是顾不上这些 即便阿德真的犯了罪 也要救出来 再交给法律惩罚 这一刻的西狗显得更加落寞 他独自一人来到了阿德的家中 打开门走进去才发现 在阿德家中的墙壁上 用红色油漆写满了的催在大字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 原来之前阿德不肯让他进屋 只是害怕他看见这些东西 画面一转 西狗来到了游泳馆内找到可颜 并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了他 密码已经短信给你了 里面的钱都你用几年 可颜以为西狗出了什么事 但西狗并没有打算告诉他 就在西狗打算离去的时候 可颜却说自己怀孕了 要多点生活费 西狗如今已是口袋空空 也没工夫再理会这些 接下来 他就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和江桂成的战斗中去 此刻的海面上 江桂成也知道 自己接下来将面对什么 他不仅要时刻提防着 会找他麻烦的西狗 同时要搞定鬼哥 过程中只要踏错一步 便会万劫不复 于是他不想让女友阿雪 再掺和尽自己的事了 让手下将他强行绑住 打算将他送去遥远的地方 雨夜时分 西狗准备出海 但此刻东管仔却找到了他 东管仔再次重生了 这次贸然行动的后果 但西狗仍然置若网闻 看着西狗坚定的模样 东管仔也有些动容 两人达成了共识 这也是他们俩破天荒的首次合作 而此时 江桂成已经登上了鬼哥的船 但他在这里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鬼哥的踪影 怒气无处发泄的他 开始折磨无辜的人 其实之所以对服务生下手 就是为了逼鬼哥现身 果然 鬼哥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疯子 他先是让手下 给江桂成来了一顿教训 而问起为何费尽周折来找自己 江桂成坦言 要跟着鬼哥混 杀圣哥也是迫不得已 鬼哥皮笑肉不笑地表示拒绝 他一定不会让江桂成活着离开 眼看讨要黄金的事谈不拢 江桂成软得不行来硬的 他暴气发难劫持了鬼哥 随后找准机会直接跳入了海中 他一路游到了一艘游艇之上 带着一帮小弟穿戴好了潜水装备 随后便直奔海底 开始了夺精计划 要说鬼哥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狐狸 居然把黄金藏在这 伸手不见五指的海底深处 江桂成和他的手下的装备 全是抢来的 一行人在海底 很快就发现了黄金的踪迹 狡兔死 走狗喷 飞鸟进 梁公藏 找到黄金之后 江桂成直接在海底 开始了暗杀计划 他仰仗着自己的独门暗器 射杀了一个又一个贪婪之人 不过此时的东管仔和西狗 也赶到了这里 看到了海面上的两具浮尸 立刻换好装备潜入海中 鬼哥存放在海底的黄金 也不是很多 大概也就四五六七八顿的样子 要是江桂成能够全部搞到手 那估计下辈子的下辈子也花不完 常言道 成功路上一定会有很多的绊脚石 而江桂成的绊脚石就是西狗 江桂成发现了西狗和东管仔 这两个不速之客 于是他悄悄来到西狗的身下 用力一拽 这着实把东管仔吓了一跳 眼看西狗这回是要命丧海中 东管仔连忙咬住氧气管 便追了上去 虽然现在身处海底 但江桂成和西狗仍打得难舍难分 因为西狗在海底已经憋了很长时间 就在他即将氧气耗尽的时候 东管仔及时赶了过来 得到救援的西狗瞬间满血复活 但就在此时 江桂成再次杀来 直接摁倒了东管仔 眼瞅着东管仔要活活被江桂成给憋死 西狗采用了一种西式罕见的逆天操作 他将氧气管的口子砸碎 利用气流加速来到了江桂成的身边 虽然成功救下了东管仔 但是东管仔的肺活量明显不够 还没有等他浮出水面 就已经出现窒息的情况 而浮出海面后的西狗也没有闲着 他把江桂成带到了之前闹市的贼船 毫不客气就是一顿狂揍 此刻 虚弱不堪的江桂成本来已经走投无路 但没想到 这件事情很快就出现了反转 因为本该离开的阿雪 竟然折返了回来 干掉了鬼哥 现在又再一次利用汽水炸弹 成功从西狗的手中救走了江桂成 而另一边的东管仔也是命不该绝 刚浮出水面没一会儿 就被一艘路过的渔船所救 虽然命是保住了 但是因为在海水里面浸泡太久的缘故 东管仔最后落得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下场 对此西狗也感到万分的惭愧 虽然这件案子已经画上了句号 警方也在海边 发现了两具疑似阿雪和江桂成的尸体 但西狗仍然坚信江桂成还存活于世 所以他在那批黄金周围开启了蹲守 顺便把阿德的事情也一并揭开 西狗的坚持果然没错 那天之后的江桂成虽然身受重伤 但并没有死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 把阿雪带回到海滩上面 然后又找了一个身形差不多的傀儡 用石头活生生的将他砸毁容 成为自己的替身 试图扰乱警方的视线 半年之后 西狗终于看到了希望 因为台风来临 也正是江桂成动手的时机 台风以来 那些水警都会走 江桂成就是在等这些机会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西狗所料 当天夜里随着台风暴雨的来临 江桂成的船果然出现在了这里 于是西狗在滔天巨浪中乘船前行 与超级海浪开始了生死对决 有惊无险 他凭借着主角光环成功躲掉了一劫 在当他登上江桂成的贼船之时 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人影随之出现 没错 此人正是他曾经的搭档阿德 如今的他 已经成为了江桂成的帮手 两个人一起来打捞黄金 到时候平分 昔日兄弟此刻变成了敌人 两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了纠结与复杂 回头吧你 你是被逼的 我判得轻一点 我告诉你 我已经不想回头了 听到阿德的话 西狗只当他是被黄金给蒙蔽了双眼 于是将船上好不容易打捞出来的黄金 再次扔向海底 阿德自然不允许西狗这样做 两个人最终在甲板上展开了肉搏 没过一会儿 江桂成看到了死警 他直接掏出匕首偷袭西狗 被西狗拦下 两个人很快就缠斗到了一起 另一边的阿德 此刻也下定了决心 对着西狗就是一顿输出 并打算帮助江桂成干掉西狗 西狗刚开始一一敌二 并未落得下风 甚至有着被他逐一击破的趋势 但随着体力的下滑 西狗有些难以支撑 被一脚踹倒在了甲板之上 说完江桂成就一跃沉入海底 准备继续打捞剩下的黄金 话音刚落 西狗与阿德再次开启了拳脚 虽然阿德此刻处于上风 但是他毕竟没有主角光环的照耀 正当二人打得拳脚难分的一刻 海面上突然一个巨浪袭来 当场截过了阿德 可怜的他 在临死一刻都还拽着黄金 这一幕让西狗看得心碎 紧接着江桂成捞着黄金从海中爬了出来 看到他的背影 西狗十分愤怒 如果不是因为江桂成 阿德也一定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此刻的江桂成正竭力拉扯着巨量黄金 根本没有手来应付西狗 放手 放手 我让你放手 西狗直接拿出匕首将袋子割开 好不容易捞出来的黄金瞬间沉入海底 这可让江桂成心疼万分 他也顾不上其他 再次跃入海中 西狗也紧随其后 两个人毫无防护措施 在深海展开了争斗 但很快 西狗就因为肺活量不足 不得不松手朝着海面游去 唯独江桂成 宁死也不愿意放弃这一整袋的黄金 给大家上演了一场 人未踩死 鸟未食亡 活生生的被憋死在了海中 彻底停止了呼吸 狂兽的闻戏方面 几乎算是瞎编乱造了 但五戏绝对是亮点分成 开头的香港乌村百人展 菜市场跑酷加炸弹专家 海底黄金大乱斗 结尾台风中终极对决都可圈可点 尤其是结尾大战 雨点满天飘落 波浪铺天盖地 3D效果喜人 全全倒肉 拍出了香港动作片少有的质感 张静 吴越 都是伸手了得 出手很辣明快 林家栋从废柴景观 到生死与共的变化 似乎有些突兀 不过他最后博道 要护士换尿布 也算是男儿本色 而为什么要叫狂兽 导演李子俊如此解释 片中讲述的是一个 关于人性和贪念的故事 当贪欲被诱惑放大 人的兽性就会被激发 但仍要保持最基本的底线 并心存善念 当贪欲被诱惑放大 人就会疯狂 能坚守善念的是狂 没有守住善念的 就会像野兽一样失去理智 这部有史太龙和张静 两大男神加盟的电影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拍摄完成 作为第三部的本片 甚至在第二部没上映时 本片就已经拍完 速度之快 不得不令人砸折 故事开始于美国的俄亥俄州 张氏科技的张小姐 带队伍到这里拿地 两栋楼 总共占地5.6万平方米 是原先一家电器制造厂的老地盘 张小姐办事风格雷厉风行 很快就将周围的情况摸清楚 这里的汽车厂 钢铁厂和电器厂 已经没剩多少 当地急需有大型工厂 带动就业 如果能顺利拿下这块地 再建起工厂 人力资源一定是不缺 说不定还能争取到一些有利政策 而且在这里开场 有助在全球打响品牌 以后绝对是个双赢的局面 经过老爹的准许 张小姐成功拿地 市长亲自送张小姐一行人到机库 但这个盛产宇航员和总统的州 没能给张小姐带来好运 登机前 贴身保镖彪子隐隐发现周围气氛不对 但又说不出为什么不对 直到他看见周围一脸凶向的工作人员 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入圈套 彪子当即动手开打 作为张小姐的贴身保镖 他的功夫绝对是够看的 可惜差就差在智商 有枪不用 非要用拳头 被对方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脑袋 当场傻眼 彪子被人一拳打晕 倒地步行 外人们开枪打死张小姐的随行人员后 将其绑架 没有下狠手当场干掉彪子 只是把一个 且有老雷字样的U盘 放进他的口袋 彪子处于昏迷中没有意识 更不知道老雷是谁 此时的老雷 正准备潜入一家公司偷东西 和女友商量后拿定主意 决定用成熟男性的魅力征服前台 然后偷出一个硬盘 以确保老雷曾经的黑档案 不会有人发现 可惜人是要扶老的 老雷年龄大了 身手没有年轻人利索 一个名为小罗的西装暴徒 先一步走进这家公司 前台还是帮小罗通报了一声 这个身穿西装 带着公文包和雨伞的家伙 看起来并不好惹 公司老板得知此事 没有亲自出面 只是派出几个保镖处理 小罗似乎早已预料到 会是这种场面 默默拿起雨伞 摆出防御姿势 摒弃凝神运用蒸汽 抱起出手 公文包做盾牌 雨伞做剑 简单的兵器 在他手里使出了花 比当年的黄飞红 还要蒙上三分 幸好小罗只是商人 并不要人性命 他是为U盘来的 快速闯进公司里 打晕老板成功拿走U盘 两人都想要U盘 江湖规矩 见面分一半 干脆谁都别独吞 老雷带走小罗 一起去欣赏硬盘你的内容 彪子从昏迷中醒来时 已经坐在阿森面前 警方怀疑 那些绑匪是专业的 不然不可能 对张小姐的行程如此熟悉 不但知道她会去哪里 连她几点离开 几点去机库都知道 警方目前对绑匪一无所知 只能尽力把锅甩给彪子 让她说出知道的一切 可彪子被一拳打晕后 什么都不知道 无论警方如何逼问 也回忆不起任何细节 女儿被神秘绑匪绑架 至今没有消息 急得张老板远渡重阳 亲自飞过来 当着彪子的面 质问她为何没有尽到责任 你发誓有生命 保护她的安全 为什么她被绑架了 你还要遮 我被打晕 彪子也一脸懵逼 无意中摸到 胸前口袋里有异样 掏出来一看 老雷的名字赫然就在U盘上映着 一夜过去 天快要大亮 老雷终于带着小罗赶到秘密基地 但凡是干正经生意的 没人把公司开在这么偏僻阴暗的地方 小罗也大概明白老雷的底细 还知道老雷曾经有个搭档叫莱斯特 和张老板有经济来往 他曾经是张老板的保安主管 公司大部分机密都瞒不过小罗 所以知道张老板的生意也不那么正经 这世上有一间黑玉 其中的科技都由张老板提供 仅仅是这一种生意 就让张老板赚了几十亿 靠着折磨监狱里成千上万的人 张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 现金流越来越多 隐隐有洗白黑钱的架势 过去的事情老雷和女友不想再提 但小罗必须就是重提 莱斯特和张老板达成合作后的某一天出事了 被意外装在集装箱里 从此葬身大海 这时彪子凭借国际刑警的关系找到老雷 拿出那个印有老雷名字的U盘 里面是绑匪录制的一段视频 老雷一眼认出 视频里的男人是莱斯特的儿子 故人之子沦为绑匪 老雷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表情还算镇定 可小罗就不同了 得知彪子是现任保安主管 甚至还把张小姐弄丢 小罗恨不得杀了彪子泄愤 正事就是看视频 老雷发现 视频中有个明显的图案 几人讨论后得出结论 这应该是在东欧的一个教堂里 但具体是哪家教堂 老雷也拿不准主意 于是让老朋友光头哥帮忙 闲话续完开始谈正事 光头哥一眼认出 这是一个叫恶魔车站的地方 距离白俄罗斯大概300多公里 远距离营救人质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确保营救行动万无一失 老雷邀请光头哥 加入自己一起行动 女友也算行动组一员 老黑就坐证公司当好后勤 老雷不介意多个助手 知道小罗身手好 也没仔细探究 小罗到底和张老板有什么恩怨 当即同意小罗加入团队 可张小姐没认清形势 在恶魔车站 还没改掉大小姐的做派 声称自己父亲有钱 可以赎出所有人 大哭大喊 要绑匪放走自己 终于惹毛了绑匪 身边的倒霉朋友 替张小姐受了一劫 倒霉蛋被一把甩到墙上 当场撞死 鲜血让张小姐安静下来 可这些绑匪的动作之迅速 超出老雷想象 竟然把老雷女友也绑架 甚至野心极大的小莱斯特 想挟持更多的人 除了已经绑到手的人 还给张老板打去电话 用自己手里掌握的黑料 威胁张老板 要7亿美元的赎金和所有技术 否则就让张小姐吃花生米 这次是一旁的倒霉蛋被打死 下次就难保枪口 不会指向张小姐了 小莱斯特继承了父亲的黑狱 这里关押着杀人犯 恐怖分子 黑客 毒贩 几乎集中了全世界的渣子 这些烂人被不同的公司送到这里 定时打钱 来保证他们不会被放出去 张小姐作为人质 同样被关了进去 估计那七亿一道账 也难逃一死 老雷女友被困在电椅上动弹不得 听小莱斯特控诉对老雷的不满 原来老雷的公司是小莱斯特父亲一手创建 但后来莱斯特下落不明 公司就被老雷接管 这在小莱斯特看来就是纠战雀巢 尽管老雷女友不知道这些内情 但这时候可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谁拳头大谁有理 老雷带着团队紧急飞往恶魔车站 途中张老板给小莱打来电话 说自己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救回女儿 小莱告诉张老板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接绑匪的电话 尽可能拖延时间 时间拖得越长 营救机会就越大 其实小莱之前当保安主管的时候 和张小姐有过一段感情 也正是因为这个才被赶出公司的 老雷的团队距离恶魔车站越来越近 天已经黑的分不清人影 张小姐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只能尽力给自己加油打气 人为刀组 任凭张小姐本事再大 也只能任人宰割 张小姐推托自己不知道 于是倒霉的随从 又替她挨了一颗花生米 最后一个随从小王看不过去 担心张小姐再死扛着会被打死 当场承认自己有最高授权 于是被小莱斯特带走 要她交出最高权限 以便于自己浏览张式科技的机密文件 生死面前没人能不怕 小王最终还是屈服 答应帮小莱斯特破解密码 老雷的团队也没闲着 除了部署无人机升空侦查 还在商量机密行动计划 这附近有将近2000多平方米 就这几个人明显不够铺开来用 无人机在高空中侦测到 这是一处疑似监狱的地方 根据热成像显示 一共有40个人被间隔关在这里 根据平均的间隔 除了传说中的黑玉还能是哪里 老雷脸上没有丝毫惊喜 因为他肯定 这周边的防卫绝对不好突破 单单是明处的警卫塔上就有三个人 暗处的探子还不知道有多少 时间不多了 光头哥率先出发开始行动 可脾气急躁的彪子 这时又开始打听往事 不但如此 张小姐的父亲也跟那场背叛有关 但那都是过去了 纠结这些已无意义 当务之急 是要把张小姐先救出来 毕竟老雷女友也在小莱斯特手里 经过仪器的探测 老雷发现 下水道是进入黑玉的另一条路 于是几人分头行动 老雷一个人闯进下水道 小罗和彪子从正面阳攻观察敌情 在望远镜里 除了警卫塔上的守卫 小罗根本看不到正面有任何敌人 老雷明白了 小莱斯特这小子一定是在暗处安排有探子 而且小莱斯特还把张小姐锁在高台上当诱饵 这样的情况根本不能贸然出击 必须一步步向前摸索悄悄靠近 可彪子这时候标件又上来 非问小罗和张小姐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在一起过 彪子一定也是喜欢张小姐 而且一定是吃醋了 小罗没理会彪子 只是让他好好等信号 别冒失 结果彪子粗意上头完全不听命令 子弹上膛 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幸亏小罗拉住了他 不然整个营救计划就全部报废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彪子这样的队友 对方早就发现了他俩的踪迹 引爆雷场的炸弹 当场炸晕两人 就连下水道里的老雷也感受到爆炸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就是这样 小罗被彪子拖累 和彪子一起被绑匪抓进黑域 原来塞在彪子口袋里的U盘有追踪器 从他们开始使用U盘的那一刻 就被人定位 小莱斯特对这些行动早就了如指掌 再加上彪子的神助攻 老雷的营救计划能成功就怪了 彪子现在没了利用价值 被一枪打死 而且小莱斯特还给老雷直播 让他看着自己女友被一刀弄死 老雷的心都要碎了 怒目元征银牙咬碎 发誓要干死小莱斯特为女友报仇 昏暗的下水道里传来阵阵脚步声 老雷眼疾手快 挤刀戳死守卫 这才只是第一关 一人对多人不能硬拼 只能智取 老雷用手电的闪光吸引绑匪们 自己藏在暗处 待对方疑惑时 再迅速开枪干掉 老雷一铁棍 把这小子脖子上戳了个血窟窿 连床两关的老雷不敢耽搁 生怕再出其他意外 升掉铁棍 拼命向黑玉赶去 小罗被扎带束住双手 连挥拳都做不到 四处打量着周围的情况 突然轻声告诉张小姐趴下 随即故意往张小姐身上凑 绑匪抓起小罗时 他随手偷走对方的电击器 隐秘的动作谁都没发现 绑匪还傻傻地把小罗扔进监狱 牢门关上 没了监视的人 小罗立刻开始撕掉墙上的碎报纸 而张小姐的父亲 也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 警方建议他 马上接起电话和绑匪谈条件 同时也可以根据信号 追踪到绑匪位置 便与警方立刻展开救援 可之前小罗交代过张老板 要他无论如何 不要接听绑匪的电话 小莱斯特始终没能打通电话 小罗已经开始用电击器 点燃旧报纸 扎带被火一烧开始变形 小罗轻松争断 为了把绑匪们吸引过来 小罗不但没有灭火 反而故意扇风增强火势 让烟雾蔓延出屋子 绑匪打开牢门的那一刻 小罗轻松闯出监狱 还顺走守卫的钥匙 所有犯人都被放了出来 小罗趁乱找到张小姐的牢房 准备带着爱人离开 四周都是持枪的守卫 小罗功夫再好也打不过 幸好光头哥带着一把喷子 及时赶到黑狱 对着守卫们连开九枪 轻松解决难题 小莱斯特从监控中 看到自己手下死的死伤的伤 当即决定派兵逐个击破 光头哥很强 很快就派出一个更强的光头去对付 刚喷死几个守卫的光头哥 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一时大意 被对方偷袭失了武器 甚至还挨了一耳光 打人不打脸 光头哥这下怒了 子弹带和帽子一扔 要用铁拳捶死对手 两个光头就是真假美猴王 你来我往 一时分不出胜负 光头哥被对方锁着脖子 差点勒死 用最后一口气 狠狠捶向对方的肚子 接着一把抱起重重摔下 当场摔死假美猴王 小王这时还在卖力破解密码 说是卖力 实则卖的都是智谋 电脑里根本就不是破解画面 幸好小罗及时出手 不然小王怕是难逃一劫 机智的小罗把对方引到走廊上 仗着地理优势 施展大开大合的拳脚功夫 张小姐一把将看热闹的小王 拉到身后 两人一起看小罗打老外 这小罗的优势在于招式精妙 一招一式既有八级的味道 又有行一拳的影子 劣势就在于力量不足 老外一拳就能打趴下他 最后只能攻击对方防御薄弱处 插眼 打猴 撩阴 踹膝盖 用关节剂锁死老外 折断他的腿 老外本以为小罗会心慈手软 放他一马 未曾想 小罗蓄力翻滚 用膝盖结果了一条命 大事已定 最后只剩下小莱斯特 还在赋予顽抗 老雷对故人之子 还抱有戒免之心 也没想真的下杀手 可小莱斯特频频开枪 甚至重提老雷女友的事 激怒老雷 老雷没了掩体 被一枪击中脸颊 小莱斯特慢慢摸过去 本想浑水摸鱼 没想到被屋内的老雷 一拳打在脸上 屋内空间越小 体型优势就会放大 不算强壮的小莱斯特 差点被老雷的拳头捶死 其实他父亲并没有多伟大 为了钱坑害老雷 最后死在海上 不过是咎由自取 至于说老雷霸占公司 那都是无稽之谈 莱斯特不是什么好人 小莱斯特也不是 老雷用小刀子 慢慢靠向他喉咙 女友怎么死的 老雷就要让仇人也怎么死 所有仇人都被干掉 老雷也心里一空 颓然的走出黑欲 除了节哀顺变还能怎样 张老板已经带人在机库等着女儿 飞机停稳后 所有人带着满身伤痕缓缓走下 张小姐拒绝了父亲的拥抱 这次见面只是有个交代 父亲做的那些事 他暂时还无法接受 不想和父亲再有过多接触 只愿意让小罗送自己回家 至于老雷和光头哥 俩人本就是从雪里火里滚过来的好兄弟 这次女友意外丧命 老雷也不想再待在这个伤心底 索性和光头哥商量 一起到南美闯闯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至于会不会有第四部 那就不得而知 说起来 《金蝉脱窍》系列的第一部 绝对是佳作 史泰龙和施瓦辛格连妹出演 从史泰龙测试监狱开始 剧情极度反转 既有剧情又有演技 还有脑洞 堪称假日内不可错过的电影 可第二部的上映让所有观众大跌眼镜 特效与前作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剧情也让人脑袋发懵 不少人怀疑第二部已经是烂尾后 第三部已经拍完 而且这还是在第二部还没上映的情况下 张静的打戏无可指摘 比第二部小明哥用各种替身好得多 可除了剧情让人发懵 场景也是够省钱的 基本上就两个主要场景 一是史泰龙那永远不舍得开灯的公司 二就是本该透露出阴寒和恶意 但却莫名其妙是暖色调的黑玉 简单来说 剧情就是一个女主被绑架 于是女主的男友张静出场 为了显示自己的帅气 直接安排一场打戏 可光能打没用 势单力薄的张静求史泰龙救女友 没等救出张静的女友 史泰龙的女友先被剧情杀了 再加上身边有个坑爹的猪队友 小队差点就被敌人团灭 故事线简单不是问题 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有故事线简单的好电影 甚至还有不少全篇 只有一个场景的好电影 一个简单的故事 本该在人物塑造方面下功夫 起码也要通过剧情 让人明白人物的行为逻辑 可所有的人物塑造 都是通过三言两语告诉观众 这是一个好人 这是一个坏人 这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 剧情没能塑造人物 人物也没能推动剧情 动作戏非常好 尤其是张静的打戏 隐隐能看出 还有一代宗师里马三的影子 可剧情和文戏部分 确实让观众大呼不满 上映后 均有24万美元的票房 实在难以与第一部 超过1亿美元票房的成绩抗衡